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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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回回高山 好好讲歌 风云激荡 情叛过 慷慨不应为家国 英雄音之时刻 英雄音之时刻 满怀中战永不莫 满怀中战永不莫 情史海海如波 心思海海如波 誓意雪荣包山河 誓意雪荣包山河 同中战永不得 二者 一心一等 同中战永不得 再是空气坠 你要我说什么 我只是在想 你为什么这样的时运不及 初始情过的事情 竟然如此这般的一锅三折 真是让人心里难过 我觉得你应该难过 你应该高兴 我不能奉闭入情 难道是件高兴的事 你不要急 听我说呢 你倒是很幸灾乐乎 还怪起人员了 自己也想一想 如成为平民君能下的事 是多么不容易 而平民君对他能下的事 特别另眼相看 大夫人 所以这下人都没有 请不愿意 请不愿意 打开 更坚强 不感动 真的生气 那就 这我就放心了 香茸老弟 桑茸小妹 香茸 我们到处在找你 算为大事 不得了的大事 你猜怎么回事 这么大的事还让人家猜 我说说而已 大盲牛 的确是一件大事 所以特地找你来跟你商议商议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秦国靖阳军听说已经被连魄将军派人给逮捕了 看起来秦赵两国就会发生战事了 是令大夫 杜副将 在下是特地来拜见连将军的 连魄将军 因为紧急情况正在忙着 实在没有时间接见令大夫 还请改日再来 杜副将 我正是因为有紧急情况 所以特地来拜见连将军的 紧急情况 令大夫是说 事关社稷的荣辱 生灵的涂炭 这不是紧急情况 杜副将 请再禀告连将军 就说令相如有紧急大事上报 是 请令大夫稍候 请令大夫 有紧急的事情相报 有什么紧急之事 阿叔 有关于涉及的荣辱 生灵的土菜 他特会此事而来 好 请他进来 是 连将军有请 这是正 令大夫到 令相如拜见连将军 令大夫请起 各位将军 令大夫 请坐 林大夫 那但是 party 要求重 spherical Member Ver. 則遺憾意到無法恨或其 cine. bizim士餐 чув相這樣 這真的很囂張嗎? 秦王這麼做有兩個作用 其所以要更換項目 一再破壞戴王的威信 再則要求連將軍出示秦國 也是不存好性 一再扣留連將軍為人質 使我照顧兵馬沒有了統帥 不戰而自亂 林大夫的看法與老夫相同 難怪向國平淵軍 竭力的鞍鞠於你 是有所見地 多謝連將軍誇獎 但不知我們今後如何地對付秦國 聽說連將軍已經派兵馬 將秦國的靖陽軍扣押起來 準備留在邯郸作為人質 我這叫先下手為強 給那個秦王一個下大威 這的確是令人大快人心之事 向盧特在這裡向將軍道合 不過 向盧還有一件大事 要向將軍禀告 請令大夫請說 這 你們退下 是 令大夫 有什麼話你可以直說 向盧聽說將軍把靖陽軍給扣押 就為將軍擔憂 所以急急忙忙地趕來 要為將軍獻上一頁 請令大夫指教 不敢 既然將軍扣押了靖陽軍 那秦王更非要以將軍交換 出示秦國不可的 而將軍也不能再做任何的推託 否則將被天下人所訣證 這 再說 如果因為靖陽軍之被押 因而引起秦兆兩國的衝突 那天下人都會認為 這是因將軍個人而引起的 並非老夫個人之事 這乃是朝廷的大事 天下人都會想 秦王要求派連將軍出使秦虎 連將軍不肯去 就把靖陽軍給扣押起來 因此而引起秦王公兆 那這件事不是 因將軍個人而引起的 這 是啊 天下人會這麼想 他們會這麼想 如果天下人都會這麼想的話 那一定會對將軍加以竊笑 責備將軍的不義了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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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怎麼辦 這可怎麼辦 並非是老夫趴著一死 而是不願中他們遷堂 中他們監禁 如今的辦法 只有趕快地放了靖陽軍 放人 這捉人容易 放人難 像無限有一計 可以面面俱到 不知使人為難 也可以能為人所樂於接手 真有這種好的計策 向我說出來 請將軍指強 請說 請說 好 好 我們這就前去 請請bers 請 趁緊尊 ط 代王萬歲!萬萬歲! 連將軍, 請即刻進攻, 進見代王 請田大夫前去, 我即刻就當 是 田大夫, 快, 我們這就去進攻, 進見代王 你們想幹什麼? 誰要上來? 為了我們大夫, 還想讓聯邦將軍出事情過 然後再把他考慮起來, 太可惡了 來人了! 上! 把他拖出管一鍋炸了! 上! 你們獨當方子 這還不得了? 不許, 莫將在! 將這些亂丹, 押上去! 是 走 金陽軍, 受驚 連鋒將軍 你不是已經把我當作龍中之鳥, 接下之囚了嗎? 不敢, 老夫前來特來請罪 我現在已經是進入了湖口, 落入人手 任人宰割了 我現在要去拖出了 敬佔將軍 你 又何罪之有呢? 我知道你誤會甚多 所以才敢來 但不知 金陽軍 可願一聽老夫的解釋 你已經派兵把我的管舍給包圍起來 把我拘捷於此 還有什麼好解釋? 靖陽君淡知其意,不知其意,你先請坐,容老傅降稿。 不,是我派兵包圍你的管舍,不但如此,我還在附近街道之下服下了重兵,這完全為了保護你。 保護我?為什麼要保護我?說! 自從你來到趙國之後,邯鄭世上紛紛傳說,你要求戴王更換使者,指定老夫出使秦國。 靖陽君,你可知道我趙國上上下下,敵凱重重,所有的百姓認為你此次之來, 表達秦王的旨意,對我過代王,是不敬不信。因此,因此怎麼樣? 你的,請你告訴我。 是。 靖陽君,這邯鄭世上百姓,準備不利於你,他們要把你。 靖陽君結殺於管舍之內,再埋屍於高山之內。 靖陽君,你告訴我。 我怎么样 告诉你 他们要把你靖阳军劫杀于管舍之内 再来施于高手之后 这是乱 这是百姓群心积分的名字 令大夫事先知道此事 急忙转告你 经我查证之后 却有此事 所以我才派出大批的兵马保护云 这是真的 刚才那几个人手拿刀剑 就是要杀害云 靖阳军 难道这是假的吗 如果连将军一步来时 恐怕这个时候 你已经命丧九泉了 这个 我要多谢连坡将军 八凯 倒是让靖阳军饱受一场虚禁 这是老夫失职 看已告慰的 为首之徒 全已拿下 老夫要严加称职 是 是我募会于连坡将军 我再次告罪 不敢 不敢 只要靖阳军知道内秦就好 靖阳军 是秦国的权贵重臣 一定会明白 只有赵秦两国修好 对秦国才会有利 如果秦国欲以强名弱 对赵王不尊敬 那天下人会如何看秦国 只恐怕今后秦国将成为天下人之敌 这位是令相如令代夫 令相如令代夫 就是奉代王的招职 奉毙初始秦国的令代夫 哦 实敬 不敢 不敢 相如只是一个无名之辈而已 不过刚才所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还望靖阳军三思 令代夫所言甚是 如果秦王能尊重赵王 那今后两国便能更加修好 邯郸百姓知道了 也会感激秦王 对靖阳军也会表示泄沉 嗯 好 好 我欢迎令代夫为使者奉毙入侵 这好极了 好极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陈连婆来此 请代王赴罪 天心尽急 谢代夫 陈连婆将军 事迹紧急 你究竟是怎么样啊 代王 向 陈德那令相如令代夫之助 已经将一切事情处理好了 那秦国的靖阳军 愿意尊重代王的照例 接受令相如为初始秦国的使者 哦 是真的吗 是真的 靖阳军已在宫外候宣 好好 天理 小春在 立刻宣秦国靖阳军进攻 遵照 魁国靖阳军 礼王有诏 宣秦国靖阳军进攻 大王有诏 宣秦国靖阳军进攻 秦国靖阳军入攻 祦国靖阳军呗 拜见大王 靖阳军前起前起 谢大王 靖阳君 相国 靖阳君此次奉秦王之诏 远来诏国 是寡人觉得非常的欣慰 秦赵两国应该互敬互众 寡人此意还请靖阳君 上报秦王为要 代王的诏意 臣回到咸阳之后 一定奏制秦国的君主 秦国上上下下 都早已久仰代王的贤民 贤民而自 寡人愧不敢当 代王能试人用人 这就是贤民 臣在咸阳 只知道赵国有平原君 连坡将军乃天下英雄人物 今日得见令相如令大夫 本当只是一介无名之辈 相谈之下 才知令大夫少年英雄 见解高超 如此人才 臣应当恭贺代王才是 敬阳君过奖过奖 代王 关于那奉必入秦的使者 代王既早已决定令相如令大夫 臣愿意代表秦国的君王 表示欢迎之意 敬阳君如此一说 寡人倒是放心了 敬阳君 有你这句话 秦赵两国将会更加的和好 下国 代王 臣的任务已了 这就向代王拜祠 明日一早即返回咸阳赴命 好 今晚寡人就设宴 为敬阳君践行 谢代王 丁君 你刚从赵府回来 臣刚一回到家 就立刻前来敬业代王 太后还不知道你回来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那就好 在和氏碧没送到之前 你就不要进攻建国后 这 是 这事情办得怎么样 臣特地前来向代王请罪 怎么回事 臣未能完成使命 非常惭愧还请代王诉去 这究竟认识吗 你说 臣大胆替代王做主 让那丁相如作为使者 奉闭前来咸阳 这为什么 依臣看 那丁相如的的的确确 是一位后起之秀 让他前来咸阳 对我国将有很大的帮助 嗯 臣虽然未能完成使命 可是对赵国却有更深的认识 那 赵王对寡人的态度 岂都带国 那赵王对带王非常推草 可是 那赵国的上上下下 都抵抗同城 老百姓 都安居乐业 邯郸市面非常繁荣 这可是我们不可轻视的 哼 赵王小儿 都放在寡人的眼里 现在最要紧的 是让令相如把和氏璧赶快送 是 这一趟你辛苦 寡人有重伤 多谢我 那边 麻烦 小娘 咱们 不得了 加手 少爺 不得了 日本 快 到 一乎 你的里头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 你不要在这儿胡思乱想 相国 我是在担心朝廷的事啊 朝廷的事 是啊 靖阳君不是到邯郸去了吗 赵国的和氏璧 不是就要送来秦国了吗 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真没想到 一个文弱的女子 居然会关心朝廷的大事 谁叫我是相国府里的人呢 启禀相国靖阳君求见 快请 是 拜见相国舅父 靖阳君免礼 拜见头陶夫人 靖阳君 靖阳君 听说你昨天才从赵国回来 是 夫人 你先请 进去 是 请坐 谢谢 夏国舅父 昨晚一从邯郸回来 就即刻进宫尽也带我 今天一大早 母后就派人前来 召唤 你去了没有 没有 你不去的话 那太后 会大发雷霆 是 舅父 如果我去了 带王一定不会见了 是 这是为啥 真是一言难尽 不过都是为了那和氏弊 对 太后想得到此病 那带王也想得到此病 真是为难 真是为难 夏国舅父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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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警 舅父帮忙 你说吧 这几天实在不便 进宫进见母后 请舅父在母后面前 就说我病 你病啊 是 太后如果知道您是假病 这可是不得了 请舅父鼎力相助 救我一救 你起来 我会想办 我也知道你的处境非常为难 多谢相国舅父 起禀相国高权公燕和大夫求见 快请 是 燕大夫请 舅父 那燕和来了 如果被他看见对我有所无便 我想就此告辞 好吧 你就从后门去 多谢舅父 继续 莫大夫不便 燕和拜见相国 燕大夫免礼 多谢相国 太后有诏 请相国进宫 是 竟然因从赵国回来 竟然不来见我 真是岂有此理 太后请息怒 据臣听说靖阳君从韩当回来 因为染病在床 不能起身 所以没有到宫里来给您请安 你呀笑 这种鬼话你也能信他的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 靖阳君已经被他那个做大王的哥哥所掌握 她是再也不会进宫来见我这母后的 太后 好个没出息的东西 我算是白疼了她一场 想我这你是知道 从小我这三个孩子 老大他是刚强猛烈 老三是糊涂软弱 只有老二聪明积极 是最得我喜欢的 谁知道 现在他长大 他竟然不听我的话 不会的 天下哪有儿子不听娘的话 太后你也不必多想 靖阳君休养几天 身体好了以后 一定会进宫来看你 唉 她是我所生我所养 我还会不知道她的心事 相国 你帮我去做一件事情 请太后赵氏 到靖阳君府传我的照 问候人 你去看看 她是不是真的病人 是 你是我弟 应该多为我着想 你可不能帮着她来骗我了 臣不敢 臣不敢 还有 是 最重要是问问她 这和氏弼 究竟什么时候送来起过 是 您是个列祖列祖的 你不能好待自所的 丁相如 明日一早 就要保 初始期末 赐去路途遥物 任务解决 还请列祖列祖 多加报应 相如请列祖列祖 多加报应 我 已经做了 对吧 机能 可要多家的小心 如意 家里的事 还有娘她老人家 还要请你多多照顾 你自己 也要多多保重 我不肯定 想着我 早点休息 明日一早 你还要进宫去辞别待我 是的娘 仲亲 今日令相如大夫 就要启程初始秦国 现在寡人郑重受敌 丁大夫 臣在 此次 你代表赵国 捧着和氏璧出使秦国 责任重大 秦王要以友阳十五成交换此壁 但愿你能够顺利达成任务 臣警遵照 臣一定全力而为 以求完成任务 给小臣再 取壁过来 是 是 是 寡人 现在就将此壁交给你 是 帮 何時必交在你的手中 任務就在你的身上 到了秦國之後 他若不交出 有揚十五成 那麼你該怎麼辦 大夫 連將軍 臣死去秦國 已經報定 必在人在 必忘人亡的決心 如果秦國 交給你 到處十五成之 那臣就送上何時必 如果秦王自食其言 那臣必定 完畢歸趙 令大夫 但願你為社稷保重 多謝連將軍 李牧將軍 臣在 你這時候帶領兵馬 護送令大夫到邊界 文謹遵仗 將軍 臣在 對 文謹遵仗 大夫 他 前進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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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願你為國珍重 前途順 多謝相 相如此次奉黛王之命 前往秦朵 託黛王鴻府 若能完成使命而歸 當然正好 萬一暴行 失言背信 相如當以頭顱熱血 與必共訓 急事已到 請令大夫啟程 娘 孩兒告別 小月 一路上要小心 不要辜負了黛王對你的欺望 孩兒知道 表妹 表哥 請多珍重 表哥 請多珍重 不要辜負了 請多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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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兒或許 心災 喜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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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太后 启禀太后 臣听说赵国使者丽相如 已经捧着和氏璧来咸药 宴河 如云 你们都下去 是 平身平身 谢太后 这和氏璧 原本是我们楚国之宝 如今送给了赵国 这会儿要落入秦国的手 我可是日日夜夜的在想 如何才能把那和氏璧到手 要好物归原主的送回楚国去 禀太后 你要臣怎么做 臣立刻就去办 你就不会动动脑筋 想想怎么办 禀太后 这臣除了吃喝玩乐 这要想事情 那可真要等命了 没有东西 是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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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你打探的怎么样啊 唯禀太后 靖阳君仍在病床之上 前两天还请宫里的御医 给他看病 嗯 什么 靖阳君病了 怎么 你看到他了 嗯 昨天还看到他 在家里割五宴课啊 二弟你胡说些什么呀 这 相国 你没有骗我 臣不敢 二弟根本没有搞清楚 不错 昨天靖阳君府里头 是歌舞宴课 那是高陵君请了一班人 说是在家里的请客热闹热闹 可以使他的病体早日康复 二弟 华阳君 是这样子的吗 嗯 二弟 二弟 你回太后的花啊 说 你照实说 没有什么好担心 你 李太后 你相国说得对 昨天看到的是高陵君不是靖阳君 我自己会查出个真相来 是 是 听说令相如已经奉闭来秦了 不错 正在路上 快到边境 华阳君 在 你立刻派两个见识赶着去 在秦赵两个边境上拦住令相如把和氏璧给劫来 是 是 黄太后 此事千万不能轻举万度 如果传扬出去 有损太后的令名 也损秦国的信誉 嗯 黄阳君 你可要秘密行事 万万不可谢 臣知道 快去 是 臣立刻去办 大后 此事要三思而行 怎么 你是我一手提起来的 难道你也要反对我 出卖我 臣不敢 臣万死也不敢 那就好 告诉你 我可是非要得到这和氏璧不可 你们二人和氏璧 号称天下无敌双剑客 这是真的吗 启禀君侯 小的二人 一身武艺 剑术高强 要不然 就不用叫字号 嗯 哈哈哈哈 很好 我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务 交给你们办 你们二人敢不敢去 小的二人 没有不敢去的地方 请君侯民事 嗯 立刻动身 赶到秦赵两国的边界 拦住那令向路 把和氏璧给我截过了 是 事成之后 你们二人都会升官 并且各得万两黄金 多谢君侯 这万一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呢 嗯 小的二人 要是不信失败 只有意思 以报君侯 好 并且要绝对的保命 君侯放心 我弟兄二人 绝对不会透露半句 很好 如果你们二人不信死 你们老想 生活完全有福的 不必担心 多谢君侯 立刻去办 是 今天 你 하하 那个 特伯 真是宝光四溢 难怪这秦王要以有阳十五城来交换自闭 有阳十五城乃秦沃肥沃之地 秦王岂会轻易的交捉 我令向日此行的任务是既见且聚 你放心 我们大家都会竭尽全力保护此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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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